我的 睡眠困擾 這也是現代人的毛病 對 平年是很多人的毛病 因為我以前是 無時無刻都可以睡覺的人 無時無刻 你說現在嗎 現在譬如說在錄影 可以睡著 不是在錄影中 我現在不會睡著 但我在夜店可以睡覺的人 或是在唱歌的環境很吵 我都是可以睡著 而且我的 那是醉吧 沒有 真的 我很愛睡覺 所以我是不怕 真的 有這種人 對 在我旁邊打過就可以 音樂關掉他就醒了 然後呢 iPad也開著 睡最近 可是你全部把它關掉 他就醒了 娃婆 阿嬤都會這樣 對 我媽也是 不拿媽媽 我媽也是 我每次看我媽要睡著 我就把那個iPad關掉 他就醒了 阿嬤 不是 這個 我是很好睡覺 而且我的朋友都說 自睡症嗎 不是 就是我 睡著的時候我完全不會動 那很幸福 對 好棒 但是我不知道是過了30歲之後 還是因為工作壓力大 我開始睡不著 然後就是會 翻來翻去到天亮的那一種 然後不是有研究說 就是你在睡前滑手機 那個藍光會引上你的睡眠 會 會吃幾大腦 所以我就戒掉這個習慣 但我還是睡不著 後來真的是找不到辦法 後來我就試了很多偏方 有人說你在睡覺的時候 右手比個讚 右手比個讚 妳就可以睡著 妳說 一躺在床上就一直這樣 對 妳自己說好棒 躺著的時候 妳在睡著著著 我好棒 對 你就這樣子 跟妳講 一開始真的很有效 因為妳會把注意力 放在這一根上面 妳剛剛有一句話 這個邏輯有重到我 就是 妳的專注都在這裡 對 妳就不會亂想 對 好像跟鼠陽很像 對 妳不會亂想 然後妳就會注意力 集中在這裡 然後妳就會睡著 一開始真的有效 但我後來真的像艾亞說的 就是 我會太專注在這一根上面 就這樣 睡不著 更睡不著 那妳就兩根 怕沒逼 角度不對 怕沒有逼 也好 就是當妳睡著的時候 它開始垂下來 妳就會驚醒 妳就驚醒 在幹嘛 是導度不斷睡 睡不著 還是要喬 對 我就又開始睡不著 然後我就開始吃安眠藥 哎呀 但因為我 就為了讚 很嚴重 不是啦 就為了睡覺 為了睡覺 為了睡覺 對 但我以前沒有吃安眠藥的習慣 所以我吃的副作用很大 就是我隔天會恍惚 或者是我們現在聊天對話的內容 會妙忌 對 會妄忌 所以我後來覺得有點可怕 所以我就不敢吃安眠藥了 然後後來我是因為加入了 就是那個打羽球的藝人隊那種 然後六月節那時候就有團過一個 美國的睡眠軟糖 它就是可以幫助妳睡覺的 很酷 然後它就說 因為它這個是5MG單位 它其實就是推黑激素 然後它有3MG 5MG 10MG 如果你很嚴重你就吃10MG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試試看5MG的 它就是睡前可以吃那個 再不能吃了 好想吃吃看 但我怕得要吃 我跟妳講 超好吃 吃完就會橄欖 超級好吃 我跟妳講 我現在可以只有我吃一個 妳不要擔心 因為我們有柳彥老師 對 那可是不對 妳睡前吃 妳睡得很好的 半年以後妳滿口注牙 軟糖 真的很好吃 妹妹 吃完 不會再甜 吃完會不會半年以後 滿口注牙 吃完就漱口 很甜 因為就是在睡前 然後就吃兩顆 妳先確認一下 吃完不會馬上睡著 它不是那種會馬上睡著 會暈倒的那一種 它是吃完之後 妳就會開始 培養睡眠情緒 然後妳就是在自然而然 很舒服的狀態下 妳後面還有工作嗎 後面還有工作 其實比較少 但真的很像 然後就是一定要吃兩顆 才會到那個劑量 我覺得還滿有效 甜喔 很甜 它算是藥還是食品 軟糖 它是褪黑激素 所以說睡得好 我覺得它滿有效的 睡得好有沒有可能 是妳接觸了羽毛球 運動 就是運動完之後比較累 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運動真的很累 那這樣一瓶六月抽多少錢 每個人都是六瓶七瓶這樣訂